换装涡扇15不满一年 新型歼20已经抵达台海前沿 陈飞的产量 让人叹为观止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来说说新型的歼20 本月26号 东部战区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的账号上 发布了一段歼20的宣传视频 其中一句 轻易达到超音速巡航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短短的一句话 信息量可是一点都不小 一直以来歼20的产量 都是国内外关注的重点 东部战区这句话往深处挖 就能看出陈飞歼20产量的冰山一角 歼20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明确了 要具备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奈何在它定型的时候 我国国产航空发动机 还没有完成技术突破 当时的国产航发 根本无法满足歼20的性能需求 只能使用俄罗斯进口的AL31F发动机 但是使用这款发动机 就意味着歼20无法进行超音速巡航 那么换一句话来说 早期型号的歼20 其实并没有达到设计的最强战斗力 但是我国一直没有停止国产航发的研究步伐 功夫不负有心人 性能强悍的涡扇15面世 2023年7月 陈飞的试飞场上 一架黄皮歼20以汉地拔葱的姿态 大角度离地升空 那么根据相关细节的透露 这架飞机正式搭载了 我国国产 涡扇15发动机的新型歼20 外界称其为歼20A 虽然这个称号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 但是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歼20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而最重要的变化 就是具备了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而真正令人感到惊叹的是 到目前为止 据换装涡扇15的歼20 是非成功不满一年 这款被外界称为歼20A的战机 不仅出现在了东部战区的宣传片中 还被东部战区称为越海杀器 踹门神器 那可见啊 这个新型的歼20已经在台海最前沿 完成了部署 随时待命 与台独致命一击 那么至于其他战区是否列装了 这个新型的歼20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猜测应该是有的 毕竟我们要面对的威胁 不只有台海方向 不到一年的时间 从无到有 从有到全面铺开 陈飞公司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 自己极高的生产效率 也给大洋彼岸的同行 波音和洛克希的马丁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同时也展示了我国工程师 对自己研发装备的自信 要知道 同样是由现役战机 进行改装的美国B21空炸机 一直到现在都处于测试阶段 距离列装仍然是1157 换装涡扇15的歼20 已经补足了自身最后的一块短板 美国F22最后的优势荡然无存 但是和已经停产的F22不同 歼20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我们来说 歼20和055大区一样 不仅仅是一架先进的五代战机 一艘先进的驱逐舰 更是一个潜力无限的作战平台 目前的涡扇15是中国国产航发的极限 而不是歼20的极限 未来空战中中程辽机必不可少 歼20的双座版可能已经不是猜想 那么再往远处想 六代战机身上说不定也会有歼20的血统 但是我觉得美国最焦虑的应该不是歼20 而是一击多吃的胡鹰战机 这架飞机不仅有舰载机型和出口型 最近更是爆出还有空军型 等它真正的入列了 整体产量必然是一个足以震惊世界的数字 正所谓精灵骑士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如今的中国空军正在静候风云 好了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关于歼20 关于中国空军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